如果2000平米的房子 房租只需要300块 你会在这里待多久 眼前这个白胡子大叔 就在这栋古名宅里居住了30年 嘉宾特意跑到深山老林 想要探访一下他的生活 车子在蜿蜒的山道前进 看起来很危险 随时会掉下去 破旧的车和草木覆盖的老房子 让这个地方显得格外荒凉 诡异的气氛也烘托到极致 感觉很适合拍吓人的电影 路旁出现了很多车 这么冷清的地方 还有人在哄趴吗 嘉宾立刻下车一探究竟 院子里杂草丛生 到处堆满了东西 这时白胡子大叔走了出来 白天就开始喝酒了吗 这让敲资的我亲和一看 给我一个不用上班的工作吧 61岁的大叔向我们介绍 他住的房子有600坪以上 也就2000个平方吧 而且房租居然只要300块 他已经在这里过了30年 这是多少男人想要的生活 这个大叔住着2000平米的房子 还拥有20辆汽车 却说自己很穷 这让我这种睡天桥的情河一看 没想到现在我连做穷人都不配 大叔在这里潇洒生活了30年 看得出她是个很好爽的人 なんか服が凄い感じなんですけど 股間のとこちょっとやわけ 难道是今年的潮流 流行裤裆破个洞 大叔一听闻到点上 高兴的连忙起身 果然我是赶不上潮流的末班车 只要大叔开心就好 现在他要带我们参观一下院子 嘉宾好奇地询问 大叔 我严重怀疑你在凡尔赛 原来这些都是被人废弃的车子 状况都挺糟糕的 看来我错怪大叔了 那这些车还能开吗 未免也太神奇了 这些车并不是完全坏掉 大部分都被大叔修理过 接着大叔又打开了一辆货车 我的天哪 大户人家都是这么放被子吗 这样的友情着实令我羡慕 谁知嘉宾一多嘴 硬是把天撩死了 被子总共有30床以上 嘉宾好奇地闻了一下 突然大叔开始给嘉宾泡茶 而这所谓的茶叶 却是他从山里摘来的某种叶子 茶叶反正不是茶叶 至于其他的咱们也不能问 这一刻我有点心疼嘉宾 大叔告诉嘉宾 这是眼药之树的叶子 对眼睛和肝脏都有好处 现在你能猜出大叔 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30岁实现财富自由 是种怎样的体验 让我们跟着镜头一起来看看吧 大叔因为向往自由的生活 在30岁的时候就辞职了 他搬到朋友所在的乡村 车子电器不管什么坏了 都可以自己修理 如今他做柴火暖炉为生 别看这火炉过于奇特 他还拿过优秀奖呢 果然艺术的世界一般人没法懂 而大叔之所以能做出这么棒的火炉 是因为年轻时做过汉街工人 所以做这些玩意儿不在华侠 但是真的会有人买吗 记者好奇地询问价格 刺猬居然要80万日元 大概4万5千人民币 不过这玩意儿的懂行 才能卖出价呀 大叔一年也没卖出一台 导致家里出现巨大的赤子 现在只能靠存款勉强度日 但大叔并没当回事 还邀请嘉宾进屋里看看 有造型可爱的火炉 有满满一屋的唱片 大概有3000万左右 接下来的环节 让嘉宾有点为难 因为他要来亲身体验一下 大叔的美妙生活 首先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某个场所 有点汚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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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水泥入了就不然 男人也不汚热啊 汚热啊 什么这事 就死了就死了 什么意思 发黄的马桶上放了一个水 记者好奇地问 对于是那个夜館吗 那里水入了 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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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余放在水泥中 自分的水泥中放在水泥中 然后踏在水泥中 接着到洗澡的地方了 大叔用的是古老烧火加热 嘉宾亲身体验了一把 刚下去的时候 锅底比较烫 得踩着木板进去 但嘉宾看起来好淡定啊 这真的是个宝藏女孩了 洗完澡后 嘉宾来到院子里 家宾摘了一个小番茄 尝了尝 院子里除了番茄 还有种一些辣椒 苦瓜之类的 大叔将刚摘下来的苦瓜 做个苦瓜炒蛋 但是在隔壁养鸡场买的 再加上去年腌制的烟熏鲑鱼 这样简单奢华的晚餐就好了 但是味道到底怎么样呢 看起来苦瓜炒蛋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是熏制鲑鱼的味道 可话是这么说 但嘉宾的筷子却默默放下了 看他吃不太下去的样子 大叔拿出独家秘制酱油 5分钟 gun不信心 不信心 大叔的诡辩论真是让人笑不火 那活着的酱油味道又如何呢 家宾总算结束了采访 这下他不会再好奇了 临走时大叔还强调自己的观点 听完好像也不无道理 不管大叔是环保主义还是囤积怪癖 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 还是十分让人向往的 毕竟人生有很多选择 你会愿意归隐山林吗